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夜骑士,欢迎来到湖外 在我身后是一个建立在一块大岩石上的庙宇 这个庙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它建立在这个浦阳湖的水中 这个庙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底下 都在水中,需要坐船才能上去 所以它在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岛,很小的岛 但是现在正值浦阳湖的枯水期 一年中大概有两三个月它会露出水面 直接步行能够到这个岛上面 这个地方叫做洛兴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下属的庙山市 一个比较漂亮的景点 我们今天就来这个洛兴玩玩 看看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这么看的话上面有一个老的庙宇 还有一些,还有个古塔 行了,我们现在上去看看 然后我们再看看周围 这里是颇阳湖,没错,颇阳湖 这种枯水期的颇阳湖就是绿阴阳一片 一片颇阳湖大草原了 颇阳湖露出了水面 让我们往这里看看 还能看见这里的捞沙船 很多很多的捞沙船 水位很低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下 甚至迅气的时候 它又在水底下 连这个房子都看不到 去年的大洪灾 这路行堆就基本上在水底下了 一块巨大的岩石 正好可以让它伸出水面 所以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庙宇 我看到这个庙宇 比如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罗星敦底下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岩石 不过这里有钢筋混凝土的痕迹 应该是现在通过了一些修缮把它固定了一下 这上面是岩石 这里有个石头砌成的墙 非常宽厚的墙 看到吗 大理石堕成的墙 走上去看看 妹们我现在正站在罗星敦的大岩石上面 这边是一滩水连着泡洋湖 这里是洛星敦的前面了 看见吗洛星敦几个字 这是庙宇 旁边是个古塔 那么这个庙是供奉什么菩萨呢 这个庙的门怎么锁了 门锁了 我们需要看看里面供奉的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从门锋里面往里面看 没有没有 看不到任何通风的菩萨 上二层看看吧 这怎么回事 这个庙 已经完全没有了 里面的菩萨都没了 二层也什么都没有 看到里面吗 二层里面可以看见原来有供奉菩萨的这个台子 但上面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 我们到这个塔上面去看看 这个小古塔据说有1000多年了 很小 但是是可以走上去的 人需要弯着腰勾着头才能走上去 哈哈 哇好矮啊 朋友们 会看起来好窄啊 真的需要勾着腰才能爬上来 哈哈 这上面没有人 我们可以上来看看 真的是古塔 古塔呀 用广角镜看得更清楚一点 哎呀快点 啊 这塔顶不错啊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 晚上在这里睡觉倒是不错 如果你没有无价可归 流浪汗的好去处 这么高的塔顶还可以提倡风景 看看窗外 看看窗外呀 潗阳湖的大美风景 这边则是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原 潗阳湖大草原 哎呀这么好的地方 我决定在这里睡上一觉 睡上一场午觉 希望没有人来打扰我啊 啊不错这感觉 要夏天的话相当舒服 这里很大的风 可现在这个天气 有点冷了 哈 现在朋友们就这么大点地方啊 就这三个东西 毕竟一块岩石上面 也就只有这三个内容了 一个庙宇 一个古塔 一个亭子 这就是我们的洛行蹲 行了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